中国假日台北市电影院观影人潮泄落 随着727警戒降二级 原本在微解封时期不开放的新北市也决定松绑 但只能开放 总影厅人数的二分之一每天以50人为上线 不过中央宣布降二级很多指引让民众纳闷 诚心参拜宗教场所也有条件开放 但13号微解封人数上线是百人以内 结果降二级后反而紧缩为室内50人 人数限制变严格 还有大家关注的水上活动指挥中心宣布 冲浪潜水及水上摩托车都开放 但后来观光局却说不能服钱 另外游泳池依旧禁止民众怒批 规定乱七八糟 让我们没有一个军选的依据 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可能我要带小超来看 哪里开放哪里不给开放 游泳池它的范围比较小 那其实要控制人数也相对的困难 所以也是暂时先不开放 另外图书馆开放 K书中心却未松绑 也引发网友讽刺神逻辑 K书中心业者也相当傻眼 甚至于连电影院 还有那个游乐场所的那个娃娃机都能开放 我不知道为什么K书中心不能开放 二级指引宣布后引发不少质疑 一堆矛盾已让民众看得不洒洒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